- 繼續來說這個咖啡豆 為了要避免到我們無聊價碩普通 所以會做各種機會的貼險 不然再來最大間的連鎖的咖啡店路易莎 因為貼險的訴求 所以進行到咖啡豆 機會合約的教育 結果說損失 有風聲說已經損失到四千多萬 路易莎是出面來報復的 說對這個英文無重大影響 人力損失金額是五百二十一萬 已經損失的金額是四百五十三萬五千塊 不是外面風聲的四千萬 最近這幾年來的咖啡豆的價格變動很大 還要轉到的分析 路易莎可能是不看好咖啡豆的價格 這幾年來的咖啡豆的價格 一直去 才會造成孫心 不過在高點呢 路易莎選擇呢 再去加碼放空咖啡期貨 咖啡期貨從高檔的兩百七十五 跌回兩百四十六美元 對於路易莎的這個虧損呢 已經開始縮小 路易莎在2023年 合併營收二十三億六千六百萬重新館店 雖後順利利數的第三館 一年中共佩席四個半 身體真好 也好以恆安世界為台灣出發 新加坡第一間問起一個開幕 接下來在印尼 愛吉祥和美國六色開店 目前路易莎的問起差不多五百六十斤 國際當年的假期四十斤到五十斤店 哈囉 我是雷亞 想要搶而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